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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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原因是多方面的 任何癌症都是 主要、最关键性的步骤 就是细胞里的基因有些变异 变出一些很不正常的细胞 例如它有一个特性不受限制地生长 走去其他组织的时候又继续生长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讲一些肠化身或者胃酸倒流的两条片 你都明白了 很多时就是一些细胞的损伤 比如说胃酸倒流令到食道下底的细胞慢慢有些变异 最终就有机会变成食道癌 肺癌一样 肺癌就是肺部细胞估计受到一些长期的伤害 令到它们产生有些基因变异 从而产生癌症 吃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令到肺里面的细胞受伤原因 当然这是一个相当主要的原因 大家如果看看历史 就是在20世纪之前肺癌是相当罕见的 20世纪之后吸烟的人数增加之后 肺癌的数目就大量增加 当然近年在一些先进的国家 包括香港 其实反吸烟的运动都相对都成功 变成了不吸烟的人就多了很多 为什么都仍然有肺癌呢 因为除了吸烟之外 其他的因素令到我们的肺部受伤 当吸烟引起癌症 这个因素随着反吸烟运动的成功 越来越少的话 其他相对少见的因素引起的肺癌 就会更明显了 我们将肺癌通常分成两大类 最多的就是我们叫做非小细胞的肺癌 就是说这类肺癌 癌细胞的细胞是比较大 它里面有好几种 全部细胞都是比较大 有说non-small-cell的胺癌症 当然也会有small-cell的胺癌症 胺癌症 胺癌症是我们医学上的说法 其实只是胺癌症 small-cell non-casinoma 就是小细胞肺癌症 就是小细胞肺癌症 库名思义 里面的癌细胞 就比较小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它的细胞 细胞 就是蛋白的位置 很小 小颗 分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 治疗方针有些不同 一般就要搞清楚 癌细胞是哪一种 因为会决定它的治疗方案 而近年很多比较年轻 甚至有些女性 因为传统上肺癌都是男性 吸烟的比较多 现在发现有些不吸烟 其实是其中一种的非小细胞肺癌 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认为 非小细胞肺癌 相对比较小细胞肺癌 就温和一些 小细胞肺癌 很多时候 到诊断的时候 就已经走散了 所以一般会觉得 小细胞肺癌的前景是没有那么好 但相对来说 小细胞肺癌 占所有肺癌的比例是比较少一些 大部分的肺癌 都是非小细胞肺癌 肺癌的病征 真的很隐悔 最常见的病征 例如有咳嗽 例如有清的痰也很常见 因为一部分的非小细胞肺癌 它里面那种癌细胞 就很容易产生一些黏液 好像产生很多痰 所以很多时候 就会咳嗽痰 有一部分就会咳血 那部分人的病征 就是胸口会痛 那有些人就会气速 那因为肺癌早期病征 没有什么 那有部分 它又散得很快 所以有些人开始的病征 就可能咳嗽也未必很多 反而就是走散了之后的病征 肺癌它走散的话 最流行去的地方 譬如骨头 譬如有些人无端端 有地方骨痛 背脊骨痛 那发觉已经有了肺癌 走散了 另一个常见的走散的地方 就是去到脑子 肺癌很流行去到脑子 走到脑子 有时病征很奇怪的 可能是中风的病征 但是发觉原来有个肿瘤在这里 由肺的走上去 有部分肺癌 肿瘤就会压住我们 很多血管夹住了 血流不通 会在头上 会在头的地方 面的地方都会肿了 通常这些都相当严重 治疗方面 真的可以医好它 例如做手术 全传割清的机会 都不是很高 大部分人诊断了之后 其实都发觉它走散了 如果真是很幸运 真是很早发觉的话 通常就做手术 其他有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做化疗 尤其是那些 小细胞癌症 其实做化疗的效果 就挺好的 因为它生长得很快 小细胞癌症 它生长得快 很早就走散 但是对化疗的效果 挺好的 不过就是一个问题 就算用化疗 医好了它之后 很容易翻发 所以全体来说 小细胞的肺癌 前景都是一样的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 原来不吃烟都有肺癌的 那戒烟是否没用呢 那当然其实不是的 其实如果大家能够少些吃烟 不吃烟 就已经可以减低了很多肺癌的个案 剩下来的那些 其实很多是环境因素 比如说有些是估计 有些人觉得 环境里面有一些放射性气体 癌石里面有一些放射性物质 当它衰退的过程里面 就会产生一些气体 比如一种叫冬气 Radon 那如果它在室内的环境高 那就有机会增加肺癌的机会 所以一般建议 即是怎样都好 就尽量打开窗 让空气流动一些 什么时候都是好的 另外就是二手烟 始终吸得多 因为肺肺的细胞有一定的伤害 长久下去也会增加了患癌的风险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因为未买过新书的朋友 可以去成品、三中箱 或者HKTVmall的网站订购 这本书里面就有很多 好像这条片的很有用的医学资讯 很容易明白的 大家去买一本看门口 现在刚刚需要印第七版 多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想支持我 继续拍这些很有用的医学影片 也欢迎你 透过这个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功能 表达你的支持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结束 下期再见